Hello大家好,我是Belinda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我来见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人 Hello大家好,我是Xiuvia 我们是之前在YouTube上认识的 在我的一个视频下面 对 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 然后想说一起来拍一个合作影片 对 那最近正好是生日节嘛 然后我们就准备拍一个交换圣诞礼物的影片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了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俩的礼物 对 我们之前有商量说 我们俩一起给互相准备一份顺带礼物 然后有100块新币的预算 对,这是我们的游戏规则 对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互相开箱礼物的一天 对 那我要给你了 准备好了吗 好紧张哦 好多啊 都是你的啊 天哪 全部都是你的 而且好重哦 你在猜会是什么 我猜哦 如果 我觉得你光从我的外表判断 我应该会买 化妆品给我 还有呢 还有 减肥药 所以我现在要一个一个开了吗 还是你觉得 你有建议我要从哪一个开始 或是它有什么顺序性的 没有顺序性 你随便开 没有顺序性的 对 那 从小到大好了好不好 好啊 那你猜礼物是那种会细细猜 还是会很狂野的吧 我会很狂野的 我也是狂野的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不是 然后这样 会把那个包装 我不会 我不会我就 哦 而且我很 不知道为什么我很着急 虽然快递也是我 哈哈哈 哈哈哈 好紧张哦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推荐啊 对不对 我看你在视频里面吃得很开心 超市的那种现成的平台 或是现做的 都没有这个牌子要吃 我看到超市有卖这个 哦那个不好吃 我吃过那个 那不好吃 对哦 那个味道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OK 下次我去尝 嗯 而且 这个啊 你知道吗 很多这边的公司 其实圣诞节都会买他们的小包装 然后当礼物送给别人 所以 而且他们的那个什么小铁盒 就可以 可以 很有礼物的感觉 这个我很喜欢啊 吃完这个我要去买减肥药了 哈哈哈 真的一包吃下去 下巴整个都爆炸了 哈哈哈 然后好 这个好了 藏的 你很 你还蛮会包礼物的耶 这个设计还蛮好的 因为这个 只是很便宜啊 哈哈哈 我感觉好像好有那个 文创风哦 文青风 哎呦 包中包是什么哦 因为它包得很难看哦 我觉得 我觉得还蛮可爱的耶 没有我包得好看啊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东西 是打亮打 你有没有看到的 我知道 这我前几天 在想你的礼物的时候 我有去Sephora逛 然后这个是我本来想要买的 真的假的 我真的有发誓 我喜欢这个 我没有 因为如果你送到一个我有的 我真的会很尴尬 我很怕你有你知道吗 而且这个喜欢画眼影的人 真的可以去买 因为听说好好用哦 我已经有一支 我很喜欢 这个好重哦 这个第三个 我真的好喜欢猜礼物的感觉哦 好兴奋哦 所以我才准备很多个 完了 我现在等下我的礼物就吃这个了 完了 看到了 这也是我喜欢的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是我 我为什么要做YouTuber 我就是希望有一天 我真的可以当他们的代言人 什么啊 海底捞耶 而且这个很特别 这是新加坡买不到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牛油的 这是我从头内用过来的 天呐 因为你们知道吗 我真的今天 我们今天本来是要去Belinda家录影的 对 然后我一直有一个很没出息的想法 就是我想要去他家的时候 跟他要一包酸辣滚 哦 你早说我跟你说 没有没关系 下次来我家吃 但是 好 但是我现在就是收到了 这个也就是更好 因为我就是真的本身很爱 中国式的火锅 就是这种牛油麻辣 一定要麻的那种口味的火锅 所以就是 这笔眼影我很爱 真的假的 因为我很喜欢吃东西 而且因为自己在家煮很方便 因为我只喜欢吃肉 我去海底烙的时候 其实我大概就是只吃肉跟烙面 我在家自己煮就可以煮一锅的肉 不放任何东西 谢谢 你真的有认真在看我的 当然啊 我完蛋了我的礼物 我为了给他买礼物 就是看他每一个视频 我每一个视频都看了 一个一个地方去找 哦 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可以看到 天哪 我先走了我的礼物 好 下一个 倒数第二个 怎么办 前面三个都好开心哦 这个也很有意思 天哪 太阳饼吗 太阳饼吗 不是啦 但是我还没拆开我闻到味道 我就知道是什么了 所以这个传说中 林俊杰说来新加坡一定要吃了绿蛋糕 这个哦还没有拆哦 就好香哦 我看到你那个视频 就是最后那个地方 你躺在那边 那边起 因为用手抓 哇 太可爱了 这还是实际发明这个蛋糕的 真的好吃啊 我也超喜欢吃这个 这个真的好好吃哦 这个而且 因为它很轻很松 就一不小心就会吃完大半个 对 对对对对 很危险 嗯 可是肯定打太奸战了 他是送我吃的 我完蛋了 我最近裤子都有点穿不下了 这个最后一个不是吃的 最后一个不是吃的 最后一个不是吃的 这个不是吃的 这个体积 该不会是 我猜哦 你猜 你肯定猜不到 圣诞倒数月曆 不是 所以这不是吃的 这不是吃的 不是鞋子 鞋子不能那么薄 不是鞋子 对 最后一个 叶配吗 不是 不是不是 这是我自己买的 叶配 这是我很喜欢的 哇 你是不是有那个 害我的那个淘宝购物车啊 没有 而且各位你们知道 这个在淘宝上搜的时候 他就是会写说 网红必备 网美必备 一定家里要有一个这个 对 我就有一个 我就是标准的网红 这其实就是一个化妆的镜子 我这里也有一个 我跟你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也是白色的 是哦 我觉得很好用 所以我才买 可是这个光真的有什么帮助吗 很清楚完全 是哦 把你脸上的什么痘痘啊 什么点点啊 全部都可以看到 是哦 因为我之前 有在跟另外一个很普通的镜子 在考虑的时候 我只是想说 这个的光会不会 就是全部打在脸上 反而会 下颜色的时候 会不会失手什么 不会失手 但是可能颜色会有一点点 跟自然光不一样 但是能够很清楚的看到你的睫毛眼睛在哪里 好酷哦 你回家可以试一试 我觉得还蛮好用 好好 谢谢 我的忘年之交 什么鬼 因为我还蛮喜欢 我还蛮喜欢跟年纪小的小朋友交朋友的 因为我就觉得 不是小朋友 你21世你真的太小 我现在好像 我现在手指头 我口袋里好像没有年纪那么小的朋友 太好了 好成功哦今天 喜欢吗 超喜欢 成功 算这个是业配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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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给他们做业配咧 没有理我 没有理我 他现在看到这个影片 没有理我 好喜欢哦 就是我真的因为我自己好喜欢 嗯 网易 来找葡萄家带眼后吗 新加坡市场需要他 好开心哦 就是我喜欢买礼物 我喜欢 虽然这么多钱 我想把它买成很多很多份 就可以一直拆一直拆 我就觉得有一种像拆快递的感觉 对对对 很爽 等一下那我的没有你这么多 怎么办 没关系啊 可是我的也是很用心的 嗯 我相信啊 开始解释 我相信 哈哈哈 好那刚刚这些就是我买给Sylvia的礼物 希望她喜欢 我真的很喜欢 然后希望Belinda不要觉得我太巧 下次还会再给我一起拍影片 好不会的 加拉粉剑 哈哈哈 嗯 如果你想知道Sylvia送给我什么礼物的话 记得去看她的视频 我会把她的视频放在我的视频下面的描述栏里面 记得去看哦 好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你们知道Belinda的脸本人有多小吗 嗯 好小超小 这个你到时候要告诉我好不好吃 哦好 这个 这个一定好吃啊 这个一定告诉我 因为我很喜欢 那你要不要留一包 嗯我还有 我有很多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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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